长安的荔枝 看到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 荔枝与长安 不难想到一句是 一记红尘妃子孝 无人知识荔枝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与这句事有关 荔枝在我国栽培和使用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司马向儒的上林附中 把荔枝写作离枝 离开的离 支持的枝 按白居易的说法 若离本枝一日色变 二日香变 三日未变 离枝之名或许取自于此 可见荔枝保存不易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 没有飞机 没有轮船 没有火车 一枚小小的荔枝 如何跨越几千里重重观山 送到长安的贵妃面前 拨家人一笑呢 今天这本书 将为我们解开这个秘密 这本书的作者 马伯雍 想必大家并不陌生 他是著名作家 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近年来也不乏优秀作品 搬上荧幕 如古董局中局 长安十二时辰 《风起龙熟》等等 这本书在他以往作品中 篇幅不算长 也不是最有名的 但是盛在题材新颖 情节跌宕 细节处又极有巧思 书中主人公名叫李善德 在长安城中 勤勤恳恳工作了二十几年 却只是一个九品的威莫小吏 管的呢 是长安城中不起眼的杂事 偶然间获得了采办荔枝的差事 采办荔枝是为皇上办事 按理说轮不到李善德 这样一个一枚名声 二枚背景的人 事由反常必为妖 究其原因 是这差事看似光鲜 却暗藏着天大的风险 想在腐烂之前 把荔枝送到长安 是不可能办到的事 期限到来之时 也就是李善德掉脑袋之日 李善德为何陷入死地 他将如何破局 他是否能将荔枝 完好地运到长安 他的结局是 飞黄腾达 还是因此掉了脑袋 这些谜题随着故事的展开 一一为您揭晓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这一场 大唐奇幻之旅 一起来了解 这本书的故事内容吧 我们之前提到过 李善德的身份 上林署的九品小官 在九品的位置上一干二十多年 没什么大出息 但是反过来说呢 他既然能在这个位置上干这么多年 没出什么事 应该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 怎么这回他这么不小心呢 究竟原因是敌人太狡猾 李善德接到的赤令就有问题 有人在奉旨都办 荔枝仙的仙字上贴了个字 变成了荔枝尖 煎熬的尖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在古代 北方人想吃南方水果 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荔枝尖就是其中一种 用西式的圆密禁字 再用风辣外风 为之荔枝尖 这种方法成本比较高 一般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得起 荔枝尖虽然麻烦 但也不是做不到 因此一开始李善德 还以为得了个好差事 回家路上 他不小心摔倒了 连忙拿出怀里的赤令检查 他给摔坏了 这一看不好 赤令没事 但是里面飘出了一张小黄纸 上面是个尖字 纸片掉了 显出里面的内容 原来是荔枝仙 一个相当于古代版的水果罐头 一个是新鲜的荔枝 一个能让他加官进爵 一个能让他掉脑袋 这下李善德也明白了 这柴是为什么落在他头上 他的上官和同僚 是打算让他当替罪羊 李善德非常的沮丧 路上碰到两个熟人 一个是韩城韩十四 一个是杜甫 韩十四是个明白人 他对李善德说 这赤令上面的日期 看你要采办的这些荔枝 九成九 是为了贵妃的生辰 那这就是全大堂最重要的事 在六月一日前 你都是安全的 不但安全 你权力还很大 各个衙门 都要为你这荔枝使得 拆使让路 你可以横行无尽 李善德问 那六月一日之后呢 之后必定玩完 你不如趁早办个和离 省得连累家人 和离就是古时候的离婚手续 李善德本来就够郁闷的了 听完了 简直是悲从中来 当即决定 喝完这杯酒 回去写个放弃书 自己也放弃挣扎了 杜甫这时候还比较年轻耿直 他对韩十四这种态度很不满意 说你怎么让人家 好端端的夫妻合离 韩十四说 我也没办法了 要不你出主意 杜甫说 我虽然也不懂这些 但左右都是死 为什么不能去岭南走一次 再定夺呢 杜甫说 我有个故事可以说给你听 十多年前 我就想来长安闯名头 报效国家 但是时运不济 一直没有机会 天保十年 我快四十岁那天 朋友请我去曲江游玩 船行一半 江上起雾 我内心也随之非常的茫然 当时的场景 就好像自己的人生一样 前途微盲不可见 于是我下了船 行尸走肉一般 在长安城里逛 不觉走到了城东的上好方 上好方这个名字 虽然带个好 其实是一片乱藏岗 我在那碰见了一个老兵 这个老兵是当年西域戍边的 他当兵的时候年纪很小 还是个孩子 日日惶恐 有一天 在战场上 他被一个凶狠的敌人压住了 眼看就要被杀 但他突然发起狠来 生死关头 用牙齿咬掉了对方脸颊上的肉 这才侥幸反杀 这老兵就突然明白了 既然已经身临绝境 退无可退 何不向前拼死一搏 说不定还能拼出一点 威忙的希望来 从那以后 他就拼命地练刀术 练棋术 每天从高山冲下 俯身夺军棋 凭着一口不退之气 他侥幸活下来 终于从西域回到长安 杜甫这个故事 一字一字敲在李善德心头 他不甘心就这样引颈救路 买了一匹高大的核桃马 踏上了南下的旅途 李善德算了算 从长安到岭南 一共是五千四百四十七里 当时大唐一马的速度分四等 按最快一等的方式跑 一天能跑五百里 那跑到长安也需要十几天 开始他还算着 自己每天都要奔驰一百五十里 但是很快就慢了下来 先不说人 马就受不了了 到鄂州时 马不行了 再也跑不动了 他只能卖了马 买了头骡子 速度就更慢了 李善德踏入广州城时 已经是三月初十 他在路上整整奔波了一个多月 到达岭南并不是麻烦的结束 而是开始 李善德去的第一处 是岭南京略师府 他大大小小也是个官面上的人 到了地方也该拜拜山门 同时要一些地方的支持 但是他刚刚踏入京略师府的大门 说自己是奉旨都办荔枝事宜的 就被京略师喊人抓了起来 京略师听说是送新鲜荔枝到长安 这么异想天开的事 理所当然把李善德当成了骗子 费尽心思解释完 这倒是一场误会 但对于这个倒霉的荔枝石 京略师也并不想支持 甚至面子都懒得做 毕竟是个完不成的柴石 这里由天高皇帝远的 最后 还是京略师府的长书记 赵新宁有几分心急 给了李善德几块通行蝴蝶 这个差事在他看来是必定失败的 别到时候李善德垂死挣扎的时候 影响到自己 所以他多多少少得出点力 钱是一毛都没出的 没钱 李善德的计划是一点也进行不下去 当他一筹莫展之际 一位胡商帮了他的忙 胡商名叫苏亮 在酒楼看见他闷闷不乐 就上前搭话 提出要帮李善德排油解难 苏亮帮忙 不是因为路见不平 而是看上了李善德手里一样东西 京略府的通行蝴蝶 为此 苏亮说你尽管开价 开多少 我都加三成 李善德就要了自己计划所需的耗费 766贯钱 有灵有整的 苏亮也没遇到过这么实在的人 直接给了他一千罐 就这样 李善德得到了他岭南之行的第一桶金 李善德也不拿献钱了 直接托苏亮代为采买所需的物品 自己呢 则找了个向导 去往盛产荔枝的丛化献 那里种荔枝的 多是 蛇 瑶 梨 苗 等少数民族 其中一个叫阿童的冻女 种的荔枝又大又圆 口碑最好 李善德抱着一丝希望 想从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冻族人那里 得到保存荔枝的秘方 为此 他还帮阿童做了半天的工 阿童看这个城里人 挺朴实的 跟以往那些坏人不一样 就告诉李善德说 把荔枝用旺封好 泡在水里 能多放一天 若是封之前 拿盐水洗过 可保五日如鲜 这些 李善德早知道了 何况 五天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李善德叹了口气 他想 果然不该寄希望于什么山中秘诀 还得靠自己 一切准备妥当 已到了三月十九日 阿童为他备好了一百斤 用盐水泡过的荔枝 胡商苏亮为他准备好了马队 一共四队 选的都是高大的北方马 马背上挂着特制的双层瓮 这双层瓮是从胡商的海船上发现的 原先是用来运香料的 防止穿味 现在用来运荔枝正好 在加层注入冷水 每半日换一次 可以让瓮内温度不至于太高 这四对骑手 分别走了四条不同的路线 各有优劣 李善德要求他们 不要爱惜玛丽 跑到荔枝彻底变质为止 他只想知道 荔枝最远可以运到哪里 李善德本人 虽然还在广州 却也没有闲着 他发明了一种格子图 那四对每到一个地方 就开启一小嗡荔枝查看 并放飞一只信鸽回报 而李善德收到消息 立刻按里程远近登记 黑拳为不变 鹤点为色变 子点是香变 朱点是未变 而墨点为流支 如此一来 荔枝的变化就一目了然 最后一问荔枝流支时 骑手刚过寻扬 李善德低估了 宋荔枝的吞金速度 他的实验还没进行完 银钱倒是见底了 无奈又给苏亮打了欠条 这次的代价是 四张通关蝴蝶 欠了债自然要还 李善德不情不愿地 去了金略使府 这次他学聪明了 不去碰金略使的眉头 静止去找长书记赵新宁 他到时 赵新宁正在鞭打一个灵异奴 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要到蝴蝶 顺便也领回了那个灵异奴 荔枝江熟时节 也是动人最重要的节庆 要聚在一起喝荔枝酒 应阿童的邀请 李善德带着灵异奴一同前往 久过三旬 李善德也有些醉熏熏的 他看灵异奴直勾勾地 盯着自己手里的碗 顺势咬了一碗酒递给他 灵异奴说 自己是奴仆不能喝 李善德却说 有什么不敢的 我也是个家奴而已 都忘了都是朋友 喝 久憨而热之间 他隐约听到有人说 倘若让荔枝不变味 可有什么法子 另一个说 你别摘下来呀 接着一阵哄堂大笑 那是他当日请教阿童的原话 他并不觉得如何好笑 如今在听 那句话仿佛电光火石 刹那划过心头 你别摘下来呀 荔枝宝鲜的秘诀 就藏在这几个字里 更好的办法是 切干 荔枝果不离枝 自然保存得更久 再加上之前测试的路线 双管齐下 这一次 李善德亲自押送荔枝上路 苏亮前来相送 约定在这次成功后 回来一起把运荔枝这件事 做大做强 为此苏亮又投资了1000贯钱 颇有当年 吕不韦投资盈役人的魄力 像苏亮这样的大商人 看到的与旁人不同 常人看到的是风险 而他看到的是机会 若能接受日后的 荔枝转运事宜 自有千百倍的回报 但李善德离开广州城不远 就碰到了意外 李义奴竟然翻山越岭赶上他 告诉他 岭南京略史将对他不利 这人开始不帮忙 等别人要办城市出来捣乱 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啊 这不难理解 京略史常驻岭南 都没有往长安运送过新鲜荔枝 一个小小的李善德却办成了 往小说是他无能 往大了说是不用心 他心里没有皇上 皇上还能放心 让他做风疆大吏 不掉脑袋就不错了 所以这李善德 绝不能活着到长安 长书记赵新宁 就命令一队人 去追上他们 杀人灭口 报信的正是林义奴 他本就是赵新宁的人 放在李善德身边当眼线 但他从小就被抓来当奴隶 没人把他当人看 平生只喝过李善德递来的一杯酒 李善德把他当朋友 所以他以命相报 林义奴为了追赶马队 跑炸了肺 自知命不久矣 当下决定留下来拖住敌人 让李善德一行人逃命 他用自己的鲜血 引来山中猛虎 与追兵同归于尽 就这样 李善德终于没有耽搁行程 他马换车 车换船 一路回到长安 当然 在未到长安时 荔枝就烂了 但这次李善德并没有沮丧 反而还有几分欢喜 难道他是被一次次失败逼疯了吗 并不是 这次又比之前远了几分 算是一个好消息 李善德哪怕再用重金聘用骑手 再优化路线 毕竟是一个小小的荔枝石 能调动的资源有限 如果能换成朝廷的专业骑手 路程规划也能用朝廷的力量来推动 那必将快上不止一分 他把整个方案写成了一篇极极详尽的报告 包括他的方格法 储存荔枝的方法和具体的路线等等 准备递交给朝廷获得支持 好把荔枝在期限内运到长安 他对自己的方案信心满满 但是打击却迎面铺来 方案他压根送不上去 衙门主事的老官吏不是他能比的 三两句话就把人打发了 一连数天 李善德迷失在大唐烟海一般繁杂的体系中 如同猪网中的猎物 不知往何处迈步 就在这时 李善德收到一个神秘人的邀约 说让他去昭福寺 李善德想 反正自己已经是穷途末路 去去又如何 没成想 到了昭福寺 却遇到了一个能助他破局之人 杨国忠 贵妃的哥哥 此时贵为右相 可以算是一手遮天的人物 如果是别的大人物 以李善德的口才未必能说动 但是杨国忠不一样 他是做过太府私卿的 一直跟钱财打交道 看到李善德的方格法 就觉得能成 当下让他细细到来 李善德把他的方案详细解说了一遍 末了 他说愿把此法献给您 乐见亲族和穆 足未圣心 杨国忠是什么人 阿谀奉承的话听得多了 但是亲族和睦四个字 却让他颇为异动 他与贵妃的亲情是他得宠的关键 他今世今日的地位都得益于此 如果先立之能博得贵妃一笑 那再难也是值得做的 当下杨国忠就解下一块银牌递给李善德 牌子上刻了国中二字 说也不用什么手术文碟了 拿本相的牌子就够了 有了这一层加持 李善德的事情一下子顺了 原先那些阻碍就像不存在一般 只有一样 杨国忠不同意原先商人报效的法子 说钱的事他来解决 万事俱备 李善德又踏上了南下岭南的旅途 这回来到广州仿佛衣锦还乡一般 赵新宁早早在城外迎他 态度比广州的天气还热情 与之相对的是苏亮的冷言 苏亮拿着礼物来迎接李善德 却得知自己已被排除在外 李善德面对他的质问 只能沉默不语 李善德本想着完成这个要命的差事 之后有机会再去弥补 谁料赵新宁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他看李善德和苏亮闹翻 立刻翻起通行蝴蝶的旧账 竟以伪造蝴蝶为由 派人查抄苏亮的货仓 这样既能讨好李善德 又能消除私脉通行蝴蝶的隐患 李善德赶到广州港时已然迟了 苏亮是个精明之人 听到风声连夜起毛离港 现在连翻影都看不见了 这却耽误了李善德的大事 在李善德的荔枝转运计划里 有一样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双层瓮 这双层瓮是有特殊功用的 只有苏亮的船队才有 线烧是来不及了 好在赵新宁虽然闯了祸 也提供了一个勉强可称为替代方案的办法 用新鲜的牛的胃囊来装 牛胃容易腐烂 三天就要换一个 加上与原先计划不同 平添了许多变数 双层瓮事件也让李善德意识到 他不能跟荔枝转运队一起出发 他得提前把一路走一遍 清除所有隐患 没想到即将离开之前 有一个意外发生了 这一次的麻烦来自于阿童 赶到阿童庄子门口时 李善德看到很多精略师傅的士兵 在热火朝天的砍荔枝树 他联盟制止 领队的是赵新宁 他说是为转运采集荔枝 李善德说他知道 但为什么砍了这么多 赵新宁从怀里拿出一卷文书 是杨国中本人的文碟 要追加到三十丛 李善德愣了一下 问 那砍三十丛就够了 何必把整个园子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口 毕竟他自己也是做官的 很了解这个体系的秉性 上面说要一个 中间为求安全 会按十个来调拨 下头执行的人为了更安全 得背上二十个才放心 层层加码 至于会不会浪费 没有人关心 想到这一点 李善德阻止的手 无力地垂下来 阿童看到自己父母亲手种植的荔枝树 被肆意地破坏 而唯一能帮自己的人 却袖手旁观 绝望的眼神 让李善德不敢与之对视 李善德从没有这么厌恶过自己 再回岭南 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他怀着复杂的心情 踏上了北上的旅途 离开广州之后 李善德变成了一块石头 他仿佛滤去了一切的情绪 只留下了官吏的本能 他每到一处驿站 会第一时间按照方案检查 细致 严格 绝不通融 检查完立刻跨上马 去往下一处 当他到达连云山附近 却发现了一处不寻常的驿站 屋门大厂 门前空空荡荡 极为安静 他在门口喊 赤屎智 也没有任何反应 推门进去 屋里能搬的东西都搬空了 连个碗都没剩下 他这是遇到逃逸了 李善德为了防止逃逸 影响到荔枝运送 这趟给各地驿站的经费 还特地从宽调拨 他想着 哪怕层层苛扣 分到底下人手里 怎么也有一半 能安定人心 没想到 还是碰到了逃逸 不但驿站人去楼空 想在村子里买几匹马 找点补给也不行 因为附近的村子 也是空无一人 没有吹烟 没有狗吠 连田地里都看不见任何牲畜 如果不能补给 那队伍势必赶不到冰块所在地 没有冰的保鲜 后半段旅途 注定失败 多番打击之下 李善德做了个恶梦 他梦到自己被一只老虎追逐 爬上了一棵荔枝树 他想 老虎不会爬树 应该是安全的 没想到 荔枝树的根须 却拔地而起 把他往老虎嘴边送去 他一下子就惊醒了 醒来后 他脑中仍残存着 不断拔起的荔枝树的画面 他突然想到 荔枝赶不到冰块所在地 那就让冰块去找荔枝啊 于是他立刻换船去江陵 经过了一番波折 运兵船 终于顺利赶上了 6月1日 李善德赶到了长安 这一日的长安 花团锦簇 所有的城门都装点上了泥伤和绢花 还有层层叠叠叠的彩旗 长安城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 与之相比的是风尘仆仆的李善德 他的衣衫磨石的破旧不堪 人也是尘满面 病如霜 他看着荔枝进城 却并不觉得如何欢喜 他的魂魄 仿佛也在漫长的跋涉中 消耗一空 失去了对城内那个繁华世界的全部想象 这趟差事虽然千难万难 但是跟收获比起来 还是值得的 李善德日后是高官得作 骏马得骑 又能继续承办转运荔枝 这个一本万利的生意 不知有多少人羡慕 偏偏 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旁人遇到杨国中 都是讨好讨官 他却要讨个说法 他问杨国中 之前您说让我不用担心费用 这费用到底是哪里出的 杨国中对此恐怕是十分得意 详细给他解释了一下 他在李善德出发之前 下了一道命令 让沿途的都庭驿站领钱的时间 从三个月延长到半年 同时给各驿馆直属地的百姓 增加了一套摇役 可以用荔枝钱折算 按照当时大唐的规则 一个驿站的经费不是时报时销的 是按季度结算的 也就是说 这个驿站的负责人先垫付 然后朝廷汇总之后 三个季度给他们结一次 杨国中这么办 相当于把这个运力支的成本 直接摊派给了 沿途驿站的老百姓了 杨国中还得意洋洋地说 我想这个法子是不是比你商人报效的法子更好啊 李善德听完 缓缓从怀里掏出了一本账册 这本账册记得是当时他路过那个陶驿的驿站 叫黄草驿每个月的用度 这个地方的农户本来都是三等的贫户 因为常年的租佣调早就苦不堪言 他去的时候家无鱼米 人无碧山 连像样的门板都没有 如今因为运力支又平白多了九贯五百多钱的负担 那一掌如何不逃 村落如何不散 杨国中当时就愣住了 他没想到一个威莫小官居然敢这么跟他说话 他恼羞成怒叫人把李善德打了出去 李善德扮成了天大的差事 不但好处没得着 最后全家还被发配领难 往日的同僚都觉得他疯了 李善德却带着夫人和孩子 平静地离开了长安 转眼 一年过去了 在这一年间 李善德一家人就住在动女阿童的荔枝园里 李善德在给阿童种荔枝赎罪 往年这个时候早该有官员下来收荔枝了 特别是去年运荔枝的法子已经成熟 应该成为成立才对 可是都七月了 还没有官吏下乡 这天 李善德突然遇到赵新宁 赵新宁也很意外 就问李善德 你居然真的不知外面的事 安禄山起兵一路东进 朝廷兵马溃不成军 刚刚接到消息 长安都沦陷了 李善德很是惊讶 问那皇上怎么样了 赵新宁说 不知道 传来消息说 是皇上带着太子 贵妃 右相 弃城而走了 如今可能到蜀州了吧 倘若李善德没有因为得罪杨国中离开长安 如今他还在长安走荔枝时 此刻想必生死不止 这本书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跟随李善德的脚步 从长安来到了岭南 遇到了狡诈的赵新宁 胡商苏亮和动女阿童 随着故事的展开 荔枝转运事宜 时而失败 时而又有新的进展 我们的心也随着起起伏伏 故事的结尾 也是耐人寻味 赛翁失马 言之非福 李善德的仗义直言 看似愚蠢之举 却也让他逃离了一场兵货 可以算得上是天大的幸运了 可见 福祸难料 胜衰转棚 半点也说不定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希望与你相约在下本书 我们下次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